來,來看喔,送禮的喔 我們也沒有看過,像這樣的開箱 應該比較少見,因為長間都是那種螺旋狀的 但是那個是從中間叫洞 就破壞了軟木塞 所以請問大家有沒有碰過,我們在開屏的時候 這個軟木塞斷在這裡 有,有,有 這外面有賣嗎? 這個到歐洲區我們看得到 但是在北美地區我們這邊也很少看到 那它這個是一個義大利設計的專利 因為它設計很簡單,這是兩個鋼片 那你仔細看它是一長一短 那我們使用呢,就先把長的,等一均 放到這個軟木塞跟瓶口的邊緣喔 那高一點都可以看得到 那再來呢,就是很簡單的彎一下 它短的這一片呢,也就只是確定好位置了 那因為久在你有開屏之前 它都還是一個真空的狀態 所以我們就是先不要去硬插它 因為你直接插呢,會把軟木塞又推到裡面 所以為什麼它設計這樣一個把手呢? 我們就是要先來握著它 來做一個左右搖晃 左右搖晃的動作了喔 對,因為我拿這個透明瓶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因為它就是從鋼片兩側啦 稍微先透了一點,這個空氣進去了 那我們繼續這樣子,那幅度的來左右 這樣子一直到底了以後呢 接下來就很簡單啊 很簡單啊 順著同一個方向來選擇 你要向著也行啊 向著也行,但是要顧另一個方向 一邊選擇,一邊就可以很容易用力了 直接就夾出來了 而且它最大的好處呢 就是我們的軟木塞 是保持得完整嘛 沒有被破壞掉 所以我們要是說 開品以後沒喝完都沒關係 就用原來的軟木塞 再把它塞回去 從現在的這個Cook是塑膠還是弄的? 我們都還是採用這個 就是它其實是一種樹木的樹皮 它的原料是一種樹皮 對,那是最好的保存的這個酒的一個方式 但是同樣的成本也相當的高 所以您說的那種的 它是那種壓縮的那種塑料是沒有錯 或是有人就是那種影牌式的 那沒喝完要冰嗎? 是啦 其實啦 其實我們是講的